好 我們看到範例六 這題目是他給你圖 那我們開始看一下喔 立正我們看這個地方他講的一些重點 他說這個回到這個圖裡面 還是看這個觀念 第一個題目說 三部圖裡面 好 關鍵字導號起來 所有的你都在 所以這幾個字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他肯定是完全相關 只是我們不知道是完全正相關 還是完全負相關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他的協律是負的 對不對 所以代表是什麼 完全負相關 那完全負相關的那個 相關係數是多少 是不是肯定就是負一 OK 所以答案就負一 那第二個呢 他說這個標準差的值是 多少呢 其實這不是很簡單嗎 就 Y就等於 這個先不用管他 重點是這個協律的部分 協律 協律原本不是 R R乘上 X的標準 那個什麼 標準差 分之 Y的標準差 那因為這個協律是3分之負 然後 R 是負一嘛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請問你 因為題目是問 X比上Y的那個 B啦 我知道這個東西是 以下掉下掉這個數號 所以我可以知道結果是 5的XX等於 3的XY 所以我知道是X比上SY 他的標準差 的比例就應該是 3比5 會啦 所以答案是3比5 OK OK Out X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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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